我买的树回来了 发财树 咱们打开看看好看吗 第一次买花 我这第一次买这种种的花 来看看 怎么是生意兴隆 生意兴隆 种不种了吧 你刚刚才上来 种不种 挺轻的 我还以为很猪呢 来 这棚要付出 哎 付出 哎 我付出 阿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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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共学发财 哈哈哈哈 我买是一米 一米五 一米五高的 打开看看吧 打开看看 这个一般是怎么养的 浇水就行了 要往上查一下 我也不会这样 上上上 哦 好看吗 油结束 可以浇 浇多浇 油结束不可以浇 哦 他包装很结实 包装很好 好嘞 藏浇 塑料盆 那我们现在用盆盆 对 这样 把盆盆一ρα 这个也拿掉就可以了 好 我还יש手 一颗三颗 三颗 三颗 而这位是 两颗三颗的 哇,这个挺好汤哦,还好,还好,它这个是挺直的,它没有弯,不要长大了,怎么样,植植还可以啊,植挺多的哩,好,有松一包,肥料,肥料,哇,可以啊,等会刹一下叶子,这个树不能将天腰水,等会瘦一下它怎么养, 你说等一会在的时候,搅水不搅,你妈妈说不能天天搅水不搅的,我说一下它这个是什么样,好,慢过过拿上的话,你像这个刚好啊,跟那个一样高,我来换盆就可以了,好,你来换盆吧,来,现在装这个盆吧,这个盆刚好呀,这个盆太小了,太小了吗,三棵树好多根啊,你放一起,跟它这个是一样, 一样大,一样大,但是它是卖的,它不怕你长不长,咱是为的,要长期长大,但是这个也太大了吧,哇,这大树嘛,树就大,那现在不够土啊,放这里面的,不够土啊,是不是在买小一点的盆呢,这树太大了,哇,你看,都把那个买掉了, 吃,吃一下,行不行,太低了,太高了,这个盆太高了,是吧,要把里面东西垫一下才行的,看看,我婆婆在做饭了,嘿嘿,爸,你干嘛的, 装,装换灯啊,这灯,换灯啊,灯坏那么多的吗,这灯有好多的不会亮的,好多不会亮的,哇,那这些灯,都要换的,哎呦,那这些灯,我们也不怎么用哦,这个不换也行啊,对不对,哎呦,不换也行,你说装了干啥, 人家都装了,过接的时候,打开还是好,但是一般不怎么开,一般都不开,一般就开这个灯,平时是不能开这个,对啊,哇,都坏了这么多吗,二十几个吧,二十几个,总共二十几个,坏了几个,坏了二十几个吧,坏了二十几个,坏了二十几个吧,坏了二十几个, 不会吧,总共就这么多了,坏了二十几个,基本上都坏了,我算一下,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,那总共也就,我的天哪,一二三四五,哇,都这么多,要这些,然后还要这些,我怎么现在觉得, 应该买个新房,不要买,买买这种人家,已经装修好的房了,就是,是啊,就是,感觉,这要花辣,要花也是,挺麻烦的,是吧,对啊,一层被装,装入那才麻烦,那些,接着越冷的,我正想,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一些,就是,就是那种,呃,那种房子嘛,就是已经刷好墙了,就是, 就是,人家还没住了,还没有装修,软装各种还没做嘛,哦,我觉得那种直接包给别人,一下人家弄好就行了哦,多坏啊,同意风格,这里,呃,万一,换一个, 画想换一个,就要,还要好力到这个家里面的风格,就比就烦了,现在觉得好烦啊, 不是铺装啥吧,一直是软装啊,就是,呃,装修这些东西的,地上各种都有了, 就是,呃,就是家里面的风格呀,就那背景讲,然后房间里面的床啊,然后柜子各种的嘛,全部包给人家,人家弄就行了,同一风格,是吧? 那肯定要人家先把那个,那个图发给我们,然后我们选嘛,喜欢什么样的风格,然后跟他说,然后他选,好,然后他弄就行了嘛,对不对,我觉得这样,我很,嗯,现在, 因为,因为,因为我之前想的是,因为这个已经装修好了,所以就成事了嘛,啥都不用管了嘛,但是现在觉得这个风格,就比如说这个要换嘛,也要选,跟这个环节比要搭的,就想换一个东西,都是要,要想这个风格的嘛, 很难找的,哈哈